屯門又爆影子學生 一個月內由中一連跳三班 我覺得很委屈,作為一個校長 如果全香港的校長都像我這樣的話 像你?不要了吧 不過屯門又真的有學校 疑似學陳校長這樣 不是請假收餅卡 是利用影子學生能握之助 說的是這間馬名 不,名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才真的 但不用擔心 看完馬登上學年份學生名單 包你都變馬名 先看看這份 結果九月數人頭前 中日A班的Nameless 為何這五個要特別highlight 不要眨眼了 因為他們開學短短一個月後 竟然全部跳了班 最厲害的兩位連跳三級 直上中四 而中一期月兩班 也有三個同學跳班 難道他們都是G優生? G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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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們的學生的特點 就是很多非華語學生 我們都會讓他們持續下某一級 可能他們是跟其他同學飛不到 包括自己 所以他們家長有一個訴求 他們是希望 申請一個合適他的課程 但校長又沒有回應 這群外籍學生 成績為何會突飛猛進 而校方批聖班 又會批得快過借錢 只是強調他們一直都有上學 跟興德全年Epson 都可以照聖班的影子生不同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扣回這八個跳班生 馬登這個學年 中日新生其實只有48個 根本撕不到 只有51人才開三班規定 有資深校長就說 都因為教育局每年開學數完人頭後 就不會再查 學校也不用再上報跳班個案 難免成為漏洞 建議當局看實些修身高危的學校 但其實馬登可能都算高危 事關有前教師爆料 法校風用了跳班這招都一段時間 所以屯門的中學不斷縮班 馬登也還能跳到命 而我們發現 馬登連高年級 都有多個跳班情況 全校這個學年 就涉及至少29個可疑學生 教育局就說 會向馬登了解 如果發現不合當的安排 會嚴肅跟進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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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